今天这一新闻要来讲的当然还是中国的军演部分到底是有完没完 本来周边的军事演习预计是要在8月10号要结束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时间到了还没有喊咖 中国的解放军东部战区又宣布要划设一块第七区 还表示要持续对台湾周边的海空域来进行实战演习 反潜跟对海的突击是重点 地点是在南海还有湛江南三岛东部的海域来进行射击训练 美国也对此来谴责 但是时评的评论员胡锡进他在微博呛下说 称美国的指责是有气无力 中共解放军超时的军演对他们是藐视 并且表示这次唯一的赢家只有裴洛西 台湾的政治到军事其实都是输的 那当然央视也是列出这个共军这一次军事行动向 他们所产出的十项的突破 包括哪一些包括有贴近台湾的海岸线 还有弹道穿越台海打破了台海中线 有不少共机飞到了台海中线 甚至就让人家捏一把冷汗 那还有第一次在台岛以东设置靶场等等 那这也说将会对台海局势产生了一个长远的影响 那大家都在看共军的下一步会怎么走 外界猜测未来军演会常态化 而且其实这个共事必须一定会常常有的 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中线以东 还会常常进行这种军演 可能他们也会借进香港的国安法 对台湾修改反裂法 算是说并敦台湾率先先造桥铺路的意思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中国的外长王毅 也就是战狼 他当然也是有话说 他说美方这一次其实触碰了三个错误 第一个就是粗暴的干涉中国内政 美方不顾中国反复的劝告一意孤行 还安排了美国三号人物到台湾来进行所谓的访问 而这就是在纵容所谓的支持台独 破坏台海的和平 还说台湾不是美国的一部分 而是中国的领土 那美方自己也曾经有做出一些公开承诺 那美方的行径 他说是在严重侵犯中国主权 那裴若西来访确实让中国很不开心 美国的国防部甚至还打电话给中国的高层 结果你知道中国的高层他们就不接电话 于是中国的国防部就对外表示说 美国其实是做一套说一套 那有关于反制措施是对美台挑衅的必要警告 所以美国这样做你就必须要承担后果 还说底线不容突破 沟通需要存益 那中国的部分除了文攻武嚇 当然也要软硬兼实 那中国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 他在7号的推特发文 特别有提到说台北 他有38家的湘东饺子馆 有67家的山西面馆 认为这代表什么呢 味觉不会骗人 所以台湾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就网友说 其实台湾很多泰式料理 很多日本料理 那怎么不是泰国或日本的一部分呢 那此外美国国务院前发言人叫做欧塔加斯 他也看不下去了 他也发文反参中国说 其实中国也算是肯塔基州的一部分 因为中国有8500家的肯德基 还说失散的孩子终于要回家了 中国的发文贯逻辑 其实也让球皮徐民警忍不住吐槽 中国除了军事贺阻 还同步启动投资战 首家脑补自嗨地图上线了 未来2035年两岸通车后 我们就可以导航往返台湾省了 百度地图提前上线海峡两岸导航 把未来的跨海路线安排得明明白白 中国百度地图号召中国14亿人 共建台湾实景地图 宣称已完成超过51% 规划北京到台北搭车9个半小时 从北京室内到台湾省 只需要用百度地图导个行就到了 想北京一件导航到台北 中国人自嗨脑补 台湾人当成笑话看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甚至用推特发文 说百度地图显示 光台北就有38家山东饺子馆 67家山西刀削面 还说味觉不会骗人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失散多年的孩子终将回家 让求平实名警忍不住吐槽 台湾也有9000家日本料理餐厅 味觉也不会骗人 交通脑补想延伸到台 面馆有山西字眼就狂嗨 只能说中国脑补能力越来越惊人 三连新闻中关于张珍琪台北报道